多謝您收聽由領命日梁士工提供的 《他治理痛苦疾病中有盆望》 第十五篇 《上帝是堅固的保障》 分享主題 《避難所》 作者 白德庫 《聖經》的詩篇五十七篇 很多人都知道 是大衛正在逃避蘇羅王追趕的時候 而寫成的 因為當時蘇羅王心裡 很仇恨這位從前的牧童大衛 所以當大衛跑到山洞裡 叫做總算逃脫追兵 也叫做暫時安全 但他的威脅仍然存在 那究竟《詩篇五十七篇》 《大衛所寫的詩》 是如何形容自己的光景呢? 不如在這個時候 先聽我讀出吧 《詩篇五十七篇》 新普及譯本翻譯 上帝呀 求你憐憫我 憐憫我 我投靠你 我要藏在你 刺旁的任下 直到災難過去 我向至高的上帝呼求 向為我成就他旨意的上帝呼求 他要從天上派遣幫手來搭救我 羞辱追捕我的人 間奏我的上帝必顯出他的慈愛和信實 我被空猛的獅子圍住 他們貪婪地想吞吃人肉 他們的牙齒與槍似箭 他們的舌頭風利如刀 上帝呀 願你被高舉高過駐田 願你的榮光照片傳地 我的敵人切圈套害我 我痛苦憂傷 心力交稅 他們在路上挖下心坑 自己卻掉了盡去 上帝呀 我對你充滿信心 我信心堅定 我一定要歌頌你 我的心呀 醒來吧 琴瑟呀 醒來吧 我要用歌聲喚醒黎明 主呀 我要在萬民中感謝你 我要在列國中歌頌你 因你的慈愛高及駐天 你的信實上達魂笑 上帝呀 願你被高舉高過駐天 願你的榮光照片傳地 聽完CP57篇 不知道有沒有令到你想起 其實我們都可能有類似大衛的經歷 雖然可能我們未必一定要逃避去到山洞裡 但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曾經經歷過 心裡有些事令到我們很恐懼很懼怕 怎樣避都避不到 例如我們喪失了所愛的人的悲痛 或者是因為不確定未來而產生的恐懼感 甚至是無法治癒的嚴重疾病 在這些情況當中 上帝沒有每次將這些難處下去 不過他會隨時幫助我們 當然我們真的很想上帝突然降臨 將我們放在安穩之地 就像大衛盼望能夠迅速擺脫掃落的追趕一樣 有甚至我們會祈求上帝指著我們的疼痛 讓明天的道路能夠更一帆風順 我們會求他消除我們的掙扎 不過難處仍在 或者這個時候我們學校下大衛一樣 他以上帝為避難所 大衛雖然躲避在山洞裏面 但他卻對上帝說 我要藏在你的翅膀任下 直到災難過去 失去已不再 心中仍在渴望 但這刻刻為何 沒法放開 不知道現在的你有沒有陷入困境呢 就以至高上帝為你的避難所 慈愛的上帝 求你幫助我 當我的路途幽暗 眼淚朦朧的時候 更加快步奔向 這位上帝我的父神 將我一切的煩惱交給你 正如詩篇五十七篇一節所說 我要藏在你翅膀的任下 直到災難過去 此際共有 各位朋友 不知道現在的你 是不是正在在試練當中呢 盼望我們就在試練的學校裏面 學習信靠的功課 作詞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實在寫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